早上部分的话就是多增加一个这个按 按确定之后 他会自动帮我把那个前五名的成绩 放到这边 然后学号加总名次部分 最后呢清除部分 请各位自己完成 就是按清除之后 这里面之后会清掉 清掉我想基本上 这个流程也不会困难 前面如果你做出来 这个清除更简单 那聚集内容的部分 这个我来编辑一下 基本上清除的功能 就是在底下 比如说我增加录制的时候 增加一个给他名称叫清除 那这个我想 应该各位都看得懂 基本上就是说 他的 这个做法上 第一个就是把range i8到k12 也就是用这个范围 先做选取 i8到k12 这个范围选取 点select 那点select之后的话 他会有一个selection selection.clear contents 就是这两行为储了 最后再把游标移到别的地方去 就完成清除的动作 所以录制下来 基本上应该只有两行 最后一行看你要不要加 所以这两行基本上 甚至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笔记上面 那将来你更不用录制了 反正就打上 就自己把它写上就可以了 就两行就可以把某个范围的资料做清除 ok 那最后的话呢 录制完毕之后 你再把这一个 这地方按右键的指定聚齐一下 就可以把它指定到 你录制那个清除的这个聚齐 他按下清除之后的话 就可以把资料清除掉 大概就这样子 那将来的话 我想你就 如果有固定的流程的动作 你工作上会有固定的部分 你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先录制完 那录制前记得要先彩排 你不要随便 你们如果说没有彩排过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程式 是会自己加进去 尤其像比如说 你们录的时候 很多人会不小心把那个 滚轮的动作也录进去 那滚轮动作录进去之后 会有个什么 叫什么 什么什么small skull 就是有一个 就是你滚轮卷动的时候 它也会录进去 那你那几行 其实都可以把它删掉 清除 确定OK 那再来的话 下一个阶段 我们要再去来看 就是说那个 有关于大型式算表的 相关操作方式 那所谓大型式算表 就是说 这地方假如我们的 资料量 蛮大的 就是说 比如说我这边 利用一个 这个计算 那个贷款的利率 比如说一年到二十年 那利率的话呢 从0.125 可能一直到4.75 等等的一个很大的范围 那这个试算表 我要怎么样快速 把它做完成 那这里的话 我们会分成几个阶段来看 比如说呢 我今天要怎么样 比如说这个大型式算表 我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比如说这里面的话 有二十年的资料 二十年资料 如果说我今天利率是0.5 0.5 一直 假如说0.5 一直到往下 到 真到7好了 那这个范围 是一个资料量蛮大的一个范围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 底下的资料算出来的话 这个大型式算表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看 比如说呢 我们可以用公式的方式来做 那公式里面的话 会牵涉到一个什么 锁定的部分 锁定的部分的话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说 这边上面有个所谓锁栏跟锁列的部分 因为你按一个F4 它就会两栏列都锁定 然后呢 如果说呢 你今天只有锁栏 就是A栏 B栏 英文数字 那 列的部分就是数字 那为什么有些地方要锁栏 有些地方要锁栏 其实这里的话呢 就根据到你向下 向右填满 它可以一气呵成 如果说你锁栏 锁栏 锁错的话 那基本上 你没有办法很快的大型式算表 一下子做完 所以这一点的话 顺便补充一下 另外呢 这边有个所谓的99成法表 我们要怎么样快速做出来 这里 就